相信观音菩萨的人 不要怕吃亏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今天一师兄过来 聊起了观音菩萨 说他去普陀山之前 来抽签问姻缘 都是下下签 后来去了普陀山 回来不到一月 就相中了对象 结婚了 对方人很好 去普陀山 可以改变命运 又说起了 他去普陀山时 来观音寺 跟观音菩萨说 这次第一次去普陀山 人生地不熟 祈求加持遇到贵人帮忙 结果神奇的是 到了普陀山 遇到三位来自厦门的大姐 一路照应住他 真的是 去潮山 菩萨迎接你一千里 送你八百里 经历了许多事情后 才发现 观音菩萨一直在身边 只要我们心存善良 他跟他老公关系不好时 就去诵经做功德求观音菩萨 一切就马上转变了 真的 若有众生受诸苦恼 文是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及时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 在苦恼时 第一个念头 是祈求观音菩萨 很多人 关系不好 就抱怨 就找别人原因 这个是无名的行为 求观音菩萨 才是智慧的做法 人和人关系出现问题 第一 第一要致诚恳切的 求观音菩萨 同时要心存慈悲 比如夫妻吵架 如果你一边求观音菩萨 一边怪对方 都说对方不好 那么 这样子就很难跟观音菩萨感应 心要柔和 要感恩时 就容易和观音菩萨感应 观音菩萨的能量场 是慈悲 你要接受这种能量场 首先内心要慈悲 才能频率相符合 谁得到这种能量场 那么就可以起不可思议的用 第二 除了求 就是努力去做功德 不失 印经 放生 义工 都可以 这个功德也是给培养福报 要用行动来表示 师兄还说道 做人不要怕吃亏 他在感情上有吃亏过 但人可以让人吃亏 天不会让人吃亏的 人和人之间 在感情上 或者财富上 不要计较 这样的人是很有福报的 太计较了 福报就少了 善良的人 容易和观音菩萨感应 虽然莫有学佛 莫有拜佛 但是他的心善良 做一方好事 菩萨照样会明明中保护 有的人 虽然拜佛了 但心不善良 还得受到果报 心善良 是学观音菩萨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其他的都是空中楼阁 进行讯息 这边进行讯息 在感情预还有 相比安全的 距离 非常有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